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现场直播第十一届全云会体操比赛女子团体决赛 现在女团决赛是来到了第二轮 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 广东队暂时排在第一 上海队名队第二 浙江队是排在第三 而北京队是进行了自由操的比赛 暂时是排在第六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广东队的选手吴柳芳在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广东队三位选手是吴柳芳 黄秋爽以及杨依林 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 紧接着做了一个转体540度 再接一个跳卡切割 然后做了一个分队前方弯 抓高杠 实际后方弯两个下 用力地站在地上 实际后方弯两个下 用力地站在地上 嗯 这套动作五六方完成的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完成的非常干净到位 在资格赛当中啊 高低杠 五六方排在第九 非常的不走运 只差一步没有能够进入单向的决赛 第一后步 对 那么女子的这个意图就是扣分的这一部分 要求是非常严的 嗯 那么她在道地的位置十度以内是允许的 超过十度 那么她就会有相应的扣分 第二段的比赛出场的列表 刚才我们已经给您做了介绍 广西队和北京队是比跳马 广东队和上海队是进行高低杠的比赛 浙江队 湖南队比平衡木 惠州队和湖北队是比自由操 呃 五六方刚才高低杠的格奔啊 十四点九五零